我在北京 碰到一个亿万富翁 现在目前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有很多人下海做生意 也成了亿万富翁各位同不同意 对还是不对 在北京一下了飞机之后 几乎有一个汽车配件层 整大片的土地和房屋子都是他的 他号称不是号称啊 事实上是亿万富翁 有一个他从亿万富翁老板 一个老板他也带了很多的什么 人才对不对 请问在座各位 一个当老板的需不需要人才 要不要人才 所以他也有很多人才 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从小跟他到 而且八面玲珑的一个人才 长得又帅 一表人才 跟了他好多年的 他为了这个人才 他给他红旗的汽车 送他红旗汽车 送他很好的房子 给他很不错的待遇 好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吗 这道理是非常好的 因为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 partner 合作伙伴 跟兄弟般的亿万富翁老板 又把他当作兄弟 又把他当作合作伙伴 你说好不好 好 有一天我到北京 我根本对这个人也不认识 他只听我演讲 他的合作伙伴 听了我的演讲之后 要求要跟我见面 见面之后 见面之后 他就决定 要跟他这个老板 合作很久的老板 提出辞职 辞职 辞职 他下定决心要辞职 他说雷达哥 我愿意跟你合作到两兵斑白 再说各位 我们将心比心 一个合作那么久的好伙伴 可以随便下这个决定吗 跟一个随便一个陌生人 就下这个决定吗 你认为会不会太草率了 是还是不是 于是乎 他就回去跟他这个老板 很好的合作伙伴 开始沟通 他就告诉他说 老板我要跟你辞职了 什么事情 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的薪水不够 我给你位置不够好 我对你不够哥们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要到哪里去 你要跟谁合作 你有什么前途跟我讲 我不相信 这个前途会比我 给你的前途更好 其实他讲的是传统的 非常合理 要是我是他老板 我也会觉得合理 我说你真的没良心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这样子 对不对 到底是谁 他说我要跟一个雷先生合作 雷先生是谁 你跟他认识多久 他说一天 啊 认识一天 你要跟他合作 我跟你在一起 一辈子的人 我没有对你 哪里坏了 你不跟我在一起 难道我很差劲吗 你不差劲 你很好 但我要跟雷先生合作 谁是雷先生 叫他到我办公室来 我要跟他谈话 那些人 大家不会来这里的 难道说叫我去吗 也可以 他在什么地方 我去一趟 于是打电话告诉我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见面 我说不行 当我饭店来过境 我说不行 什么时刻都不行 只有一个时刻 就等我开完会 我开完会的时间 是晚上十二点 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晚上十二点钟 到我饭店来 他老板说 一两点都无所谓 反正我就要看看 这个人到底是谁 各位知道 北京的天气非常残暖 对不对 冬天 他穿了一个 因为尤其是 又是亿万富翁 刚开的车子 也是相当豪华 对不对 他到饭店来见我 穿了一个衣服 像戈尔巴乔夫一样 戈尔巴乔夫一样 你知道戈尔巴乔夫吗 穿着大衣 过来了 哇 跟着这个 一表人才的合作伙伴 他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到我的饭店 来跟我见面 烟不离手 当老板的烟不离手 瞅起相眼 两个眼睛 咪咪的 跟蔡咪咪差不多 对不对 好歹 好歹 是碰到我这样 随和的人 你说是不是 本人不抽烟不喝酒 到云顶不赌钱 差点被社会给淘汰掉 真的 我真的是 我这给皮特丽给证明 皮特丽一直跟我讲说 你到那边 你赌赌钱 他不知道我 我是从来就不赌钱的人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不赌钱 我在大厨上就跟他讲这话 他说 那你是男人吗 那我跟他说 你看我像女人吗 一进来抽烟说 那个他的合作伙伴 人家是国际人士 你不能够抽烟的 他一讲这句话说 还不能抽烟做生意 是吧 我告诉你 我马上跟他讲说 不用打扰 尽量抽 没关系 因为对一个新人来讲 你不能够一下子 给他一些什么 不同的文化 要接近他的文化 对还是不对 他抽 让他很自在的抽 我非常随和 熏死我吧 没关系吧 哇 那个朋友说 哎呀 真的不好意思 让你熏到了 你是国际人士 对不对 我怎么好意思对待你呢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你看那种财大气出的人 中国大陆叫财大气出是赞美的话 不是所谓的批评的话 各位了解 财大气出在中国大陆是很赞美的话 他第一句话转到你 名就是雷先生吧 我要试 要不喝茶 我去喝茶 不不不 没关系 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 来形容一下你们企业的精神 各位你看到没有 各位你看到没有 外界对我们是多么的刻薄 叫我用安利这么大的一个事业 叫我用一句话来解决 你说我 我再高明 我有这个本事 用一句话来解决吗 再说各位 安利很多人说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对不对 他老兄叫我用一句话来解决 你说我够辛苦了吧 对不对 不过 好在我是做安利的 回答意本人一流 对不对 我立刻跟对方 李总裁 说了一句话 一个大企业用一句话 是非常难讲的 这样好 不如我问你三个问题好不好 你来回答我好吗 请辩 各位 他说请辩 我是好 那我就问你第一个问题 据说您是亿万富翁 是相当我们钦佩的一位 青年才俊 青年企业家 不敢不敢 他们随便乱说的 你看到没有 不过还算马马虎虎吧 赞美 让别人内心突然开始感到 有一点温暖 是不是 我们第一个 我先赞美他 可是不要忘了 我会问第二句话 我拿第二句话 李总裁 那你旁边一定会有一些人才 对不对 做企业要不要人才 要不要人才 要 要 他马上给我回答 很厉害的回答 那个不是一个吗 马上就要走了 他旁边不是一个人才吗 在这旁边 要跟雷大哥合作的 要跟雷仙合作的 那个不是一个人才吗 马上就要走了 好 这个倒不提 我问你第三个问题 如果说 你今天 跟你合作所有的伙伴 你把薪水 薪水 这些人才 跟你合作的人才 的薪水 全部厚掉 一分钱都不给他 他可不可以 成为你的人才 各位听清楚哦 我跟他讲 李总裁 你跟你旁边 所有的人才 你把薪水 厚掉 这些人才 还会不会为你干一辈子 会不会为你干一辈子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你给你钱都走了 他说那个给钱都走了 他旁边不站一个给钱走了吗 对不对 我立刻第四个 回答问完三个问题 我马上告诉他 李总裁 我在北京什么都不如你 你是亿万富翁 我是一个陌生人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什么都输给你 我有一件事情 我引你 跟我合作的人 有成千上万 目前在中国大陆 我一分钱 我都没有给过他们 报告那个 各位听懂了吗 那个李总裁 一下听懂了 他立刻回一句话 他说 他立刻回我一句话 他跟他那个朋友 讲一件事 他说 李总 你跟对人了 我告诉各位 那个亿万富翁 立刻就跟他说 李总 你跟对人了 他说跟对人了 我没有讲 我有讲安利吗 我有讲OPP吗 我有讲安利多伟大吗 有没有 他说你跟对人了 他说你签了没有 他说他没有签 我先签 好不好 他听懂了 在这各位 你们听懂了吗 新的朋友 你听懂了吗 思想比你财富更重要 对还是不对 你以为你有钱 就很了不起了 有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世纪上有钱人多得很 对还是不对 但是思想比财富更重要